大家好,我是红明星 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讲到了整个开发环境搭建的过程 那在这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将继续的带着大家去认识Jungle 在这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会带着大家去认识Jungle里面的一个管理任务的命令行工具 说到这个命令行工具的话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我们在上一次课程当中环境搭建好了 搭建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什么实际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去编写自己的代码 那在编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构建一个项目 那我们如何去构建这个项目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命令行的工具 那这个命令行的工具的话呢 是叫做什么名字 这个地方 大家呢 要记住它 Jungle Admin Jungle Admin 那这个命令行的工具在哪里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教大家一个方法 首先 我还是要 因为我这地方用到了虚拟环境 所以我要先切换到这个虚拟环境下面 好 切换到虚拟环境 切换到虚拟环境之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where的命令 去找到 我们的这个 命令行工具的一个位置 好 位置 那我们会发现它原来就在script的目录下面 好 这个script的目录的话 好 这个虚拟环境的script的目录的话 它其实就是包含我们常用的一些 命令工具 都在这下面 包括我们用到的active active的的话 它是去激活我们的虚拟环境 对吧 那我们这个 Jungle Admin也在里面 好 那这个命令行工具的话 它有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命令 给我们使用 那这个命令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命令 好 我们可以呢 去大概先看一看 好 在后面加一个help的参数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好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 命令行工具 提供的命令非常多 非常多 应该 没有去系数 应该有十多二十个吧 十多二十个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把常用的一些指命令 常用的一些命令 给大家做了一些梳理 放到这个地方 放到这个地方 那这些命令当中 其中一些包含信号的 那这些信号的话呢 是在我们整个课程里面 后面会讲到的 一些命令 一些命令 好 包括这个 这个会在将国进阶里面 这些都在将国进阶里面 会讲到 那这些命令的话呢 在我们整个的开发过程当中 使用频率还是算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比如说像这个 start project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start app 创建一个app run sale 运行开发的服务器 好 shear的话呢 是进入到 将国的一个shear 就是一个脚本的命令行 好 dbsear的话呢 是进入到数据库的一个命令行 好 还有可以去检查 将国的项目完整性 去清空数据库 然后呢 去编译语言的文件 创建语言的文件 好 然后make migration 生成数据库的同步的脚本 然后migrate 同步数据库 等等 这地方不一一的去说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 这些命令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陆陆续续会把这些 有信号标记的 给大家去讲到 好 这些是非常常用的一些命令 那在我们的这一次课程当中 好 我们会用到这三个命令 好 这三个命令 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两个命令 好 这两个命令 好 有的人同学说 你这个地方不是说 jungleadmin.py和manager.py 那manager.py又在哪里 OK 好 这个manager.py的话呢 它 现在我们还没有创建项目 所以它还没有 那我们现在呢 去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那问题又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个start project 就是创建项目的这个命令 OK 当然一方面的话 你可以从官方文档去看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命令行里面 你可以自己去查看一下 这个命令的一些说明 在help后面呢 跟上具体的指命令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它的使用的语法是什么 使用的语法 start project的话呢 后面有一些可选的参数 这些中括号包起来的是一些可选的参数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 后面的话是项目的名字 项目的名字 那这个项目的名字要放在哪个目录名下面 这也是可选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给一个项目名字 就可以去创建一个项目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命令的一个说明 对吧 它就是创建一个将过的项目 创建一个将过的项目 OK 好 你要了解其他的命令也是一样 你要去看比如说start app 你可以看这个start app又是干嘛的 start app 它是创建一个app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对吧 app的一个命令 包括像你还可以再去看 好 装sever是干嘛的 你们可以自己都去敲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命令 那像装sever的话呢 它就是去 开始一个websever 和development 那就是一个开发服务器 就是去开启一个开发服务器 OK 好 了解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好 我在创建项目的时候 我还是习惯于 跳到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目录下面 就你们自己在开发的时候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工作目录 比如说我的工作目录就在我的路径下面 这路径的话不要出现中文 再次强调 好 我这个地方呢 通过cd切换到这个目录下面 好 然后 我使用jangoadmin 好 jangoadmin start project 好 我们这个项目的名字 假设就叫hello jango hellojango 好 创建一下 好 创建完了之后呢 没有任何的提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目录下面 多了一个 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目录下面呢 多了一个hello 下方线江国的目录 那这个目录的话呢 是通过startproject的这个命令去创建的 创建之后 下面是不是就有了manage.py 还有了一个工程目录 工程目录 在这些工程目录下面的文件是干嘛的 我们在下一次课的时候会给大家去讲解 好 光有工程目录还不行 我们还会去创建一个app 创建一个app 那这个app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startapp去创建 startapp去创建 那这个app的名字呢 假设就叫hello 就叫hello 好 这个hello 这个hello的位置创错了 不应该创到外面 我应该 我把它删掉之后 我重新来 我应该要进入到这个目录创建 就app的目录最好是和这个工程的目录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这样方便管理一点 所以我先进入到这个目录之后 然后再去startapp hello 对吧 再去调用这个命令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就在我的这个工程的目录下面 再去创建了一个hello hello的app 那这个hello的app 你会看到 它默认就给我们添加了很多这个代码 那这些代码的话 干什么用 干什么用 每个目录是干嘛的 好我们在下次课的时候 再给大家详细解释 好 这个app又是什么 app是什么 我们在下次课的时候呢 给大家去解释 那这个startapp 那这个startapp app创建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让sever把这个开发服务器给启动起来 好 开发服务器给启动起来 好 开发服务器启动起来的话 启动起来的话 我们会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就是manager.py manager.py去启动 那在用manager.py之前 我们还是要对manager.py这个文件有一定的认识 好 将过admin是一个管理任务的命令行工具 manager.py的话呢 它其实是对将过admin的一个包装 好 就是将过admin 这个工具有的功能 就是manager.py应该都有 应该都有 它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命令 自己的命令 那每一个项目创建好之后 它都会在我们的工程目录下面 都会包含这个manager.py的文件 OK 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manager.py 同样还是help 你就可以看到 那这个manager.py的话呢 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命令 一些命令 那这些命令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命令 就将过这下面的这个命令 和我们前面用将过admin去查看到的 这些内容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之外 manager.py的话 它还提供了像 那么creator这个superuser 对吧 change password 这些命令 这些命令的话呢 是manager.py特有的 特有的 还有这下面 像什么clean sessions 还有这个static files下面 节点下面的这些命令 都是我们的这个manager.py所特有的一些指命令 OK manager.py 好 runsaver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项目呢 运行起来 好 运行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开放了 好 一个接口 一个端口 开放了一个端口 那8000的端口 就我们的服务 它默认是跑在我们的8000端口 8000端口 我们可以去访问这个 访问它这个地方启动的这个地址 启动的这个地址 那这个地方的localhost 代表本地 那它等价于127.0.0.1 当然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可以换成用这个IP去进行访问 是一样的结果 一样的结果 OK 我们就访问到这个地址 访问到这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的话呢 就说明你的章口正常能够运行了 能够运行了 当然 这只是它的一个初始的界面 我们自己要开发的功能 是要你自己去开发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框架 它其实给你提供了一个舞台 你要在这上个舞台上面表演什么 你要在这上面去写什么 这个是你要去发挥的 我们后面的话 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去表演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admin 还有一个admin的这个后台 是它框架所给我们带来的 一个默认的管理后台 默认的管理后台 当然我现在如果去登录的话 应该还登录不进去 因为我这地方还没有去创建 对不对 还没有去创建 好 没有去创建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 这个make migrations和migrate 这两个命令呢 去把数据库先做一个同步 好 先做一个同步 好 在同步的时候 我把这个服务给它关掉 按Country C就把这个服务给关掉 我们去使用这个命令 make migrations make migrations是去生成数据库的一个同步的脚本 同步的脚本 这个生成的同步的脚本生成在哪里的呢 好 生成在哪里 我们先不管 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再详细的去给大家去说到它 好 我们先把它执行 好 这地方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个地方都恰致 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说明没有要生成的内容 好 我们再使用migrate migrate去执行它 好 在江国的新版本当中 它没有深刻DB的命令 它只有migrate 所以我们只能用migrate去同步数据库 同步好了之后 同步好了之后 这些呢 看到这些界面就表示已经同步好 同步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用 create superuser去创建一个超级管理员 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这个后台是需要输入账号密码的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账号密码 对吧 那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create superuser 去创建一个超级管理员的账号 比如说这个地方叫admin 好 email呢 是admin atadmin.com 然后密码 好 密码的话呢 这个地方注意 输的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 江国1.9 它要去验证这个密码的一个复杂程度 你如果是输的太简单了的话 你如果是输的太简单了的话呢 它会通不过的 所以我这地方给它的一个密码是 hello123 hello123 然后我再把它用sever运行起来 好运行起来之后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再来访问这个admin的后台 输入我们刚才输入的这个密码 密码是hello123 好 回车 你就会看到我们进入到一个管理的后台 这个管理的后台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没有写任何的代码 我们只是用过它的一些命令 对不对 我们只是用江国的这个admin的一个工具 密码工具 帮我们生成了一些代码 它就给我们生成了这样的一些管理后台 我们现在一句代码都还没写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江国的这个框架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给你包含了很多的一些东西 你只需要学会它们 然后快速的去使用 就可以达到你的一个开发目的 OK 好 这是这几个命令 当然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修改密码的命令 修改密码的命令的话 那比如说 比如说 那你这个地方的密码搞忘了 对不对 密码搞忘了 你要想去把这个密码重新给它 修改一下 你可以去调用这个命令 然后掐击password 然后你要修改哪个账号的密码 比如我修改admin的这个账号 然后它就会让你去输入新的一个密码 那我这地方改一下 改成 hello888 hello888 好 那修改成功 修改成功之后 再runsever一下 好 我们再用刚才修改之后的这个hello888 好 去进行登录 OK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登录进去了 它是一个修改命令 修改这个超级管理员的这个密码的一个命令 OK 好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命令 包括我们刚才用到的make migrations和migrated的这些命令的话 其实我们都没有详细的去讲 好 待会我们在后面有一个课程 就是去讲解数据库同步的那一部分的知识点的时候 我会把这些命令的话详细的再去给大家讲一讲 好 这是这一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主要是给大家去讲解了这个jangoadmin 这个命令行工具 以及这个manage.py manage.py的话呢 是这个jangoadmin的这个工具的一个简单包装 就在这个包装的基础值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命令 增加了一些新的命令 OK 那这地方给大家留一个课后的思考题 留一个课好的思考题 什么思考题呢 好 那我们刚才在使用runsever的这个命令的时候 默认端口是8000 对不对 默认端口是8000 如果我要修改端口 要修改默认的端口 应该怎么做 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启动的时候 我不希望它是8000了 假如我想换一个端口 我想换一个比如说8080的端口 那如何去换这个端口 这个留着课后的思考题 让大家下去好好的想一想 怎么来做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